喂 杰娃生着了耶 礼物耶 你不要脸哦 每次找我就是要留 然后这次又要什么礼物 呃 蓝牙耳机咯 我刚好没有叻 呃 可以得 但是啊 只可以买100块这样子包的啊 哎呀 这样减下的咩 100块哪里有好用的耳机可以买哦 有啊 诶 这个咯 给你 SALCORE 什么牌子来的 没错 就是这两台 SALCORE R50i以及 A20i无线蓝牙耳机 然后它们的价格 都是在百多块左右 甚至现在还有offer 只需要低过100块 而且它们的功能呢 都是相当齐全的 那大家可能都听过 Anker 这个品牌 那其实啊 就是这个充电技术 Anker Innovation 旗下的品牌之一 而这个SALCORE呢 就是Anker的同门兄弟啦 那这两款耳机 到底有什么特别呢 今天就快速分享 给大家看看 OK 现在来开箱看一下 里面有什么 说明书 耳机本身 而且是有挂声的 还有这个数据线 Type-C的 以及耳塞 那两款耳机里面的配件呢 都是一样的 除了这两款耳机 就是截然不同的设计啦 R50i呢 它就是这一个 圆论磨砂充电盒 很轻很小 我一个女生手握啊 或者是放进pocket 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它这里还有一个 LED的提示灯 那你就可以知道 耳机的充电状态 或者是电量 R50i就是这种 有耳柄式的耳机 那耳柄这里呢 是平面且和充电盒 是一样的磨砂质感 但是你看它侧边以及后面呢 就是用了这个亮面的设计 整个耳机就混合了两种材质 是非常简约好看的设计啦 而A20i呢 则是站立式的充电盒设计 但是你看它边角这里 都是很圆润的过渡了 看起来就不会四四方方很丝板 而且你看我可以这样的 直接把它放在桌上 中间也是有一个LED的提示灯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小惊喜 就是当我第一次看到 它蒸机打开的时候 我就觉得 它其实比这个包装盒的设计 是更好看 因为它紫色是更加的 芋头纸的感觉 然后再配合上这个白色的话 我觉得就是很少女心很碰我 那这两款耳机呢 还有一个贴心的地方 就是他们都附责了这个挂绳 那你出门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挂在你的bag啊 或者是在家里 就可以把它挂在墙上 就不担心每次耳机不见 很适合你们这种歹头号的朋友 那另外呢 他们也支持这个IPX5的防水等级 也就是讲 日常也带他出去运动啊 流汗或者是不小心 淋到雨的话 都是OK 没有问题的 Sakua R50i以及这个A20i呢 它都有提供三组 不同尺寸的这个矽胶耳塞 那你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耳型 去挑选适合的size使用 那虽然两款耳机的造型 是截然不同 不过我觉得它们的佩戴体验 对我来讲都是相当不错的 像这一款R50i哦 它就是采用了 经典的耳柄设计 所以当我戴上来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它是蛮稳的 而且长时间佩戴的时候 也不会感觉到不舒服 而这一款A20i呢 它就是这种豆状的造型 那需要整颗把它放进 这个耳槽里面 所以它的异物感呢 就会比起这个R50i来的高一些 不过相对的 它的这个物理降噪效果 就会好一点啊 不过还是有一个小建议提醒大家 就是如果你完全没有试用过 这种豆状式的造型耳机的话 那你可能可以去找到 相似的产品去试用看看 毕竟它的这个造型呢 也是根据每个人的耳道省钱 而决定适不适合的 那当然你也可以直接买它 毕竟它的成本也不需要到100块 试错成本也是蛮低的 那通常讲到百多块的耳机哦 一般上它们都是不支持Apps的 那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很麻烦 又不能setting一大堆的防身 不过这个Soundcore两款耳机呢 它们都支持这个Soundcore App 那在Apps里面呢 它就有提供22种不同的EQ调音 像是古典啊 电子啊 摇滚啊 高低音增强啊 甚至还有这个Podcast 那你在跑步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个Podcast 它的人生这个清晰度 就会来得更高 那同时它还支持这个触控操作 像是你可以选择单机啊 双机还有铲暗 可以分别有什么功能 像是它可以调整音量的大小啊 上下首歌啊 暂停播放 而且我还发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你看它有一个Siri的选项 我来试一下 Double tag 好像可以叫出Siri诶 Help me open the camera 真的可以 再来就是有这个Find device 你就可以让你的左右耳机两边 同时发出铃声 像你每次弄不见耳机的时候 就可以靠它找到你的耳机了 诶 摄影师你有听到 那个耳机的声音吗 好像没有诶 等一下 是我音量开的不够大 哦 好像是我 诶 有了有了 听到吗 那还有这个Gaming mode 那你开启过呢 它就会把这个延迟降到最低 就很适合玩这些PUBG游戏啊 需要听声变味的朋友啦 那点开中间这里呢 你还可以看到这个Wild noise的选项 那其实它就是模拟日常生活中 可以听到的 像是风声啊 雨声或者是动物的声音 而且它还有这个DIY的选项 就会提供你39种不同的白噪音选择 那你就可以同时混搭三种 那这些白噪音功能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我相信大家可能都经历过 像是你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啊 或是晚上睡觉失眠的情况 那这时候你可能就会打开YouTube 去播放一些可能风声啊 下雨声动物的声音 让你去放松心情 那有了这个Apps过呢 你就可以在这里找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让你去放松心情的 那我觉得还是更加的方便 也更加直接的 那两个耳机最大的音质差别呢 我觉得主要就是当我听同首歌 同个音量的时候 我会觉得A20i它的声音 其实是来的更大了 但是有时候就会比较的沉 然后人声比较小声 反而这一个R50i呢 它整个的是一个音质清晰度 是更加的好的 无论是人声啊 或者是乐器的声音 都是可以更清楚听得到 那这两款耳机呢 它都搭载了 这一个双麦克风 并且支持这一个AI童话降噪 那现在我们就去测试看看 它的收音效果会是怎样 这个是超过R50i在比较安静环境下的收音效果 OK这个是超过A20i在比较安静的环境下的收音效果 这个是超过R50i在路边比较吵杂的环境下的收音效果 这个是超过A20i在路边比较吵杂的环境下的收音效果 续航的部分呢 R50i配合这个充电盒呢 可以支持高达30个小时 而A20i呢则是28个小时 那它们两者的续航表现呢 都是非常接近的 那我觉得比较可惜的 就是它们在Apps里面 是没有办法知道具体的电量数字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 它的具体的电量 或者是充电进度的话 你只可以通过这个LED提示灯去知道了 那两个实际体验那么接近的耳机 到底要怎样选呢 那我觉得如果你是更喜欢 贴合耳道的设计 然后你更注重这个物理降噪效果的话 你就可以选择这个A20i 那如果两者之间 你更注重的是音质表现 续航表现等等的话 你就可以选择这个R50i啦 那我觉得比较大的缺点 可能就是它们两个都不支持 这个主动降噪以及通透模式 不过讲真的啊 百多块的耳机就算还有这个功能 我相信它的帮助也不会很大 那如果你日常只是用来听听歌啊 打打游戏啊 或者是把它当一个备用耳机 送朋友等等的话 我觉得它们两个都是不错的选择 那它们现在还有在做offer 原价要119的这个超过R50i呢 现在只需要109 而这个A20i呢 原价99现在只需要77 不过这个offer是先到先的 卖完就没有了的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 就赶快点击这个Caption上面的链接 去抢购啦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支持影片记得按赞以及分享 那我是金银的Jell Apple 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